賴清德 蕭美琪 你们身为台湾的总统 又民进党连续执政人发你 治安这么败坏 你一关心川普 台湾人动不动就在枪支的阴影下 我是觉得賴清德总统好像没有连讲 林世杰的案子到现在枪手在哪里 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可怜的小老百姓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接受共和党提名参选总统 不过就在今天出席造势活动的时候 突然遭到枪击 消息一出也震惊台湾的政界 总统賴清德随后也推文向川普表达惩治关心 祈祷他迅速康复 同时也强调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 在民主社会中都无法接受 而副总统蕭美琪也随后推文表示 被枪击事件所震惊 同声谴责政治暴力 祝福川普早日康复 我们賴清德总统 我没有说这样是不对的 你要做很好 但是我是觉得賴清德总统好像没有连讲 林世杰的案子 到现在 枪手在哪里 枪支你谴责骂 谴责骂 政治暴力要枪支犯 枪支犯罪嘛 你那么关心 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可怜的小老百姓 今天 对就是今天 又 又 对又 台南 台南现在是怎么样 开不停 台南现在要取代 台湾 为 怎样 要拚第二 案发在7月13号晚间约7点半时 被开枪的民宅位于台南安平区庆平路上 提局们被子弹贯穿打入屋内射进天花板 然而事后发现嫌犯开错枪 让无辜屋主相当无奈 还好人都没事 他只是警告因为他都是往上开 为什么随便都有枪啊 这么容易就有枪都可以乱射击啊 刚有听到那个民众说 哎呀是不是人人都有枪啊 2020年8月我中枪嘛 在这四年当中我不断的一直在 跟我的认识的政治人物也好 民进党也好 答应的也好 都 回来吧 你们要修法 这个枪的破坏力太惊人 台湾不应该这样子 他本来就不合法 哎 这么惊人 这杀伤力 我说真的有 真的在不返外弄 有一天真的打到无辜的人 再不好好管 一定会大规模的伤亡 我不是在诅咒台湾啦 因为 你的法律嘛 啊一下这边开 你看从这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不要说台南 全台湾已经几件枪击案 一个月就有几件枪击案 平均一年有多少枪击案 这个这句话我讲了好几年 那赖清德 萧美琴 你们身为台湾的总统 又民进党连续执政了8年 你们的治安这么败坏 你关心川普 那台湾人动不动就在枪支 的这个阴影下 那看起来好像现在开枪的 这比什么都多 大家好 我是黄光晴 欢迎每周一到每周三的 中午12点到1点钟 准时锁定会洛新闻网 YouTube频道 和我们一起 中午来开会